韓國瑜下跌的趨勢 有沒有止跌的傾向 他有沒有一個基本盤在這邊 那我們的蔡總統 他目前看起來 幾乎是可以得到過半的支持 可以這麼樂觀嗎 我先呈現一下 其實民調跟大數據 其實是兩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其實通常 在看一個候選人的表現的時候 當然民調它是從一個 不管是用電話的示話 手機或示話或網路的方式 去取得真實的人民的想法 那另外一種的話 大數據比較偏向是說 從一些網路上的新聞 或社群的討論 去了解說民眾對這位候選人 他的一個情緒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 可以分這兩個部分來看 那民調的部分 其實最近就是 有兩個比較 應該說三個比較大的關鍵 去觀察韓國瑜的選情 是不是還有機會重現曙光 第一個是他的 在三重的造勢活動 因為在造勢活動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想法是說 他辦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造勢活動 凝聚韓粉 然後高喊團結 那同時也有很多的國民黨大佬 在現場舉起他的雙手喊動算 這個是第一個 大家韓粉對於韓國瑜的一個期待 是造勢完之後 會有一個起死回生的現象 但是第一個期待已經落空了 第二個現象呢 是在這個退黨的時候 就是說退黨那一個時候呢 其實郭台銘決定退黨之後 其實國民黨有一個想法是說 那我就開始炮火猛烈的去攻擊郭台銘 就說你怎麼可以退黨啊 那就變成是說 那國民黨就可以團結了 因為呢 郭台銘已經出去了 所以你不要再期待換瑜 不要再期待報備參選 不要再期待雙保險 因為他已經離開了國民黨 所以第二個這個退黨之後 我們觀察到還是繼續往下跌 好那到了 來到了第三個大關卡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郭董決定說 他放棄參選這個2020的總統 那放棄參選之後呢 按理來講 那這一個應該是最後的一個殺手鍵了 因為所有國民黨在這兩個月來的一個訴求 就是因為郭台銘的不團結 所以造成這個問題 因為郭台銘要不正當 或者是沒有誠信的去參選 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一個關卡也結束了 也排除了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就是基本上大概 五家不同的民調 是在這個退選之後 五家民調都還是往下跌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當然第一個可以得到的結論 就是說其實 郭台銘先生不選這件事情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至少在這一週 並沒有幫助到韓國瑜市長的選情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也有一個比較吊詭的事情就是呢 其實蔡英文總統的選情 也跟著往下掉 那蔡英文總統的選情 往下掉這件事情呢 那往房間 網路上面有很多推測啦 那第一個當然可能 呂秀蓮進來之後 呂秀蓮副總統進來之後 其實有拉掉了一些 就是大概4%的一個票源 這個大概就是保生率的那一邊 就有一個移轉的動作 那第二個當然我們看到 也是個不表態率非常高 我們剛剛講那個忠實的民調 忠實的民調 它的不表態率 竟然有到41.7%耶 這個我是覺得一個 滿驚人的數字 那表示說這個其實 魏表態不是23%嗎 沒有就是我們 投票都不支持12.8% 對對對 所以我們應該說 魏表態加不支持 就是說他其實並沒有表態 支持藍或者綠 他選擇的就是 他沒有回答是韓或菜 那因為韓是25.7 菜是32.6 所以我們通常看 就是說有41.7% 可能是你還可以去爭取的 或者說他的那個 中間的游離的空間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最誇張的是 蘋果日報的那個 點通民調 點通民調呢 在退選之前跟之後 他的表態率 足足提升了9個百分點 所以呢 我自己也看了一下 我們自己郭粉 內部的支持者結構啊 郭粉內部支持者結構呢 其實也是剛好 就是有母體的9% 這個9%呢 是原本支持郭的 那在郭不選之後 他現在還沒有決定 要選菜跟韓 所以這個9%很重要 他其實相當於是 如果你人口數來算的話 大概會有大概190萬喔 所以這190萬的人 他是因為他原本支持郭 結果郭不選之後 那現在他還在決定 他到底要往藍去 還是往綠去 那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他的民調調 除了呂秀蓮的關係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可能是因為目前 其實也看不太出來說 蔡總統在什麼地方 其實又表達出一個比較 能夠跟郭台銘先生 比較契合的部分 因為你要吸引郭芬嘛 那吸引郭芬的方法 當然我看到 就是最近綠營還滿厲害的 你們有一個圖片啊 就在群組裡面開始傳說 蔡總統會支持郭先生的 提出來的政策 主技部已經 主技部已經在編譽上 如果我是蔡英文 我會請郭台銘 去當APIC的代表 就是開始會要去拉攏 因為其實你不是說希娜 因為我覺得 你在當中某怎麼辦 他當中某年紀很大啦 他已經很累了 他已經很累了